歡迎收看 週一的時尚玩家 賈プレイ 大家好 好久不見啦 我跟你講 今天這一集厲害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種料理 叫做 一道料理很樸實 但是裡面的每一口 卻飽有豐富的 最有愛心的媽媽的母愛在裡面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這麼重要 我們要把台灣各地的媽媽味 給它找出來 讓媽媽來一場BATTLE 那Round 1的選手是誰呢 澱粉媽媽組 澱還好高喔 但是澱粉很好吃啊 我就是澱粉愛好者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組多厲害 其中有一組喔 是 全台第一家 等一下很值得期待耶 我們看一下吧 GO 找到了 找到了 最老的好不好 對 找到最老第一家的 最老的的 對 來 方田莊 我們要確認一下 他應該是確定的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 找過這個資料 他說沒意外的話 是台灣第一家國燒一面 你好 你好 老闆 你好 你好... 我們網路上查到 你們這一家的鍋燒一面 是最老的 對啊 怎麼證明 有照片是嗎 有照片喔 有照片為證 你說當年那一碗鍋燒一面 放到現在的照片 太久了 你是只有這個牆山的照片 這是他們以前的 從小小的餐位到店面 你剛剛是說 對 你當初其實這算是一個意外 你們原本是做這個鍋燒大麵 對... 就一般的那種烏龍麵 烏龍麵 烏龍麵 對 他剩一面是在我們隔壁攤 宵夜點心就給阿桑 都吃自己的嘛 對 員工餐 後來他們就說 好無聊 吃鮮啊 對 很鮮啊 要怎麼樣 特別印尼來吃看看 吃了 效果還不錯 那就趕快找個配合廠商 了解喔 老闆娘剛剛有私底下有跟我說 他們從頭到尾 都是沒有用棒砂場 他們都會靠著他們采魚對不對 就是堅持我們的東西 我們來 實力說話了 對... 看起來很強喔 可是這個上面的料 是不是跟一般的鍋燒麵不一樣 因為一般都是火鍋料有沒有 魚板那個 好像第一次看到用蝦 蝦子喔 你看 它這樣好像天婦羅啊 對啊 因為這個老闆娘跟我分享 她說當初他們其實出了這個鍋燒麵 還有另外一間店是冰果市 然後可是冰果市到了冬天的時候 因為都是喝茶啊 然後去冰嘛 聲音會不好 對 所以他們就把鍋燒麵 就放到這個冰果市區 所以導致於後來 開始紅到外縣市的時候呢 大家就發現 因為這泡沫紅茶店 就要跟鍋燒麵一起住 對 所以老一些老泡沫紅茶店 都會出現過 對 是這樣子拉長的 以前一定會 你好博學多文 當然啊 對啊 謝謝金鐘的評審們 認真看一下這一塊 接一連一步 沒錯 一步之遙好不好 來... 它的湯底其實真的不太一樣 乾甜 還有柴雨的熬出來那種香氣 妳有發現它是不是少了沙茶味 對耶 它這個感覺就是那種 很像控出來的那個湯 甚至有點像豚骨湯那種骨頭的味道 對 很像日式的烏龍麵 烏龍麵 烏龍麵 來 跟平常吃的完全不一樣 看起來都是有炸過的那種麵 可是咬下去一般的意麵 其實蠻容易就化掉 就是斷掉 可是它是保有一個彈性耶 它是Q的耶 然後Q度很在 它即便泡了湯 你也不會覺得外面的皮軟掉 妳有沒有吃到它會有 意麵有淡淡的那種蛋的味道 有啊 蛋的香味 我覺得它整碗的那個蛋味都很濃 我剛剛原本以為吃 因為它裡面不是會附一顆蛋 對 我以為是那個蛋可能有破掉 然後蛋黃流到湯裡 但我剛剛看到沒有啊 蛋還很完整的在那裡 可是它的麵跟湯裡面的 雞蛋的味道其實滿濃郁的 好好吃喔 很厲害 我跟妳講 它裡面放的魚很認真耶 怎麼認真的 跟你一半 它有拿去在另外自己裹粉 然後踩下去炸 因為好像冷凍的那個魚片 也是吃下去 肉容易柴或容易崩潔 沒有 它吃下去它連魚肉 都是保持有一個彈性在的 它的魚還是新鮮耶 對啊 它還是有保養的那個新鮮度 因為就像我們說 魚如果不新鮮會粉 蝦不新鮮也會粉 你吃看看你的會不會 兩隻 這是兩隻耶 五朵蝦 好爽喔 你竟然有兩隻分我一隻好不好 不是 那個有三隻 下面有三隻啊 好好吃喔 炸之後有一個香氣 像甜蜜肉的那種香氣 對 炸之後它連尾巴蝦圍 尾巴都是粗粗的 粗粗的 脆脆的 你剛剛在吃它的海鮮雞絲麵 雞絲麵就是古早味 它也是鮮甜 鮮甜的 然後它有加蒜 這就是說是蒜 所以那個味道變成很濃厚 它海鮮給好多喔 這個很厲害耶 這個湯很厲害 很香 它底韻疊很多層 因為它那個新鮮的海鮮的鮮味 進到湯裡面 它像海鮮粥的湯 然後加了超多蒜頭 而且那個蒜頭還是炸過的 炸過的蒜酥 炸過的蒜頭 最上面再有一個芹菜香味 這個好好喝喔 一波一波的來耶 它高潮疊起耶 金鐘的評審 高潮疊 我們剛剛用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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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 成語來形容 對不對 海鮮的鮮味層出不窮 對... 這個湯頭真的是步步高尚 對 雞絲麵 雞絲麵是不是也算是 就是以前的那種古早 泡沫紅茶店 對啊 一定要吃的 就是要有鍋燒麵跟雞絲麵 來 好吃 它的雞絲麵 還是有一點點炸的那種香味 但是它其實還蠻長 因為它有點接近 像米粉的感覺 它就是比麵現在更有彈性一點 對... 然後又沒有米粉那麼滑 它就是液在它們之間 有一點脆 脆 對 比較偏像脆 咬下去就會 液都要斷掉的那種 就是口感一條一條 是在嘴裡超級明顯 你吃一大把進去 你還是一條一條都在你嘴巴 這個很正 很棒耶 以前老味道就可以做成這樣子 來 魷魚好像也是他們的經典 這個好好吃 這好好吃... 這個厲害 好爽 真的好吃耶 嚇到 這個醬好特別喔 薑 對 你看它薑那裡面 對 它有薑的香氣 然後有一點像甜辣醬 可是酸度更明顯 對 酸度更高 它就是芥末一樣去吃它很香味 然後薑的味道超明顯 這個很清爽 這個薑我喜歡 這個好吃 金山有沒有老街 除了鴨肉很有名之外 是 我們今天其實這家是一個海鮮粥 海鮮粥 對 但是因為老街裡面 有一個叫海鮮粥 是有名的 好吃喔 不過這邊我們今天要吃這家 是在老街附近的 在地人吃的 這一碗我跟妳講嚇死你 怎麼了 一百二十元 這麼大一碗 一百二 對 一百二而已 我跟你講一般那種年輕的小姐 一個人還吃不完 真的 但是他們兩個OK 真的是 那裡面除了海鮮之外 它還會放一些木耳絲 紅蘿蔔絲 是... 它整個 我都吃出湯頭 是大骨的湯頭耶 是嗎 感覺湯頭非常濃 很濃耶 很濃耶 真的不錯耶 我覺得光吃粥都還沒吃掉 我就覺得它的海鮮的味道 跟它裡面感覺有一點就是 用應該是骨頭熬的那個湯 然後就是滿濃郁的 包括它的海鮮 然後還有肉 然後直接單吃這個粥 也會覺得滿濃郁 滿厚實的那個味道 當然除了大骨之外 它有在另外一家的甘蔗 甘蔗 對... 就是讓它有一種那種 比較蔬果的那種甜味對不對 是 因為它有別於一般洋蔥那種 蔬菜的甜味不一樣 對... 因為它的甘蔗 它還有那個... 它的那個甘蔗的香氣 所以它的甜味的話 也比較清爽 因為甘蔗是甜甜 對... 我們可以帶一點那種 甘蔗的那種自然的甜味 是... 所以它這個顏色 其實呈現了這個... 我可以繞一下嗎 可以... 來... 這個其實光拌飯啊 因為有一家知名的刷刷鍋 所以我還是用甘蔗頭下去煮這個湯 你這個不一樣 你這個不一樣 我先講一下 你這個不可能120的嗎 我這是你們兩個的再升級版 升級版喔 我這個是380的 但是因為你知道 有一個這麼大的這個酒孔在這裡 酒孔耶 它不只一個 有四個 有四個 是 好 我們來試一下酒孔 你看到這邊嗎 有 有 因為京商這邊就是都 貴族東北角 那本來鳳梁那邊 養很多這種酒孔等等 所以當然 新鮮度沒話講 可是我覺得一碗 好吃的海鮮之後 其實有三個元素 一個是米本身的米的熟度跟料 再來就是湯底 剛剛泥湯講得非常好吃 我覺得它的湯底 除了是用大骨熬幾個小時之外 老闆另外加了甘蔗才比較好 這個甘蔗 甘蔗 所以它跟一般我們用什麼蔬果 洋蔥熬出來的湯 又不一樣 它真的是甘蔗那個甜 然後跟大骨熬醉的味道 如果你是喜歡吃海鮮的 也喜歡吃粥的 你這邊你看 就是從120到380 任君選擇 它算是這種 在麻煩來的小店 但是有餐廳的水準的粥 所以真的是滿不錯的 可以好好享受一下 小龍哥 你這個是 這一個看到了沒有 在網路上打卡的名菜 就是這一道啦 好不好 太多了吧 老闆是不是 是不是因為你來了 所以這樣子 想要撒鼻鼠一下 沒有... 它是說一視同仁 因為他們就是已經 捲橫遍野了 是... 好不好 先來吃一下它的感覺 這好像亂張 對啊 小姐亂丟 超多 我想這個麵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吃炒麵的時候 你最怕吃到那一種 麵製麵 然後湯汁湯 料是料 那它這個其實 它這不是糊 我再夾一點點 它這不是糊 它這個是真的已經有把那個 炒出麵的 所謂麵的那個澱粉質 已經都炒出來了 對 然後讓我們這些海鮮的湯汁 跟它下面放這些洋蔥 這些補料的這些湯汁 全部通通都灌到麵裡面 是 然後最後它有加到一點點 我覺得有點烏觸 就有點那種 提的味 酸酸的那種 那種味道這樣子 我覺得非常舒服 你是加了什麼 你硬要幫我們看是不是 來... 老闆在旁邊講 這是什麼 豆腐 白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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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 來吃這個 你說炒麵裡面嗎 專門在沾那個海鮮 這是沾醬還是炒麵裡面 沾醬 沾醬 好酷喔 沾這個小捲的是不是 它是芥末 但是它的衝擊性不會那麼強 它是有點太甜的 有雞腹耶 而且... 這個好好吃喔 有芥末味的豆腐味 芥末味的 對 但是它的刺激感還是在 這好有趣喔 很棒 你看 它這把它的獨門醬料 拿出來了對不對 因為老闆都是這樣 輸人不輸陣 對不對 難得我們來一次 他一定要把他的花香堡 拿出來 這麵好吃 我蠻喜歡這個麵 老闆很好喝 他真的把豆腐都端出來 你看 我常有一些他的獨門小菜 你們要不要看一下 這個好可愛 它是酒孔苗 是酒孔的小baby 來 它是有點像啦啦的那種酒吧 對 鹹鹹的 然後有一點辣辣的 這個太下酒了 而且那個蒜味很香 然後它裡面那個酒孔苗 好軟嫩喔 就是不會硬硬的咬不爛 它是軟軟的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 這個如果你想要嘗試 甲拉的這種醃漬的風味 但是你又不敢吃 甲拉那麼深的話 真的比較適合 沒有... 它這裡基本上已經熟了 所以真的像是在吃九孔 只是比較小塊 然後更好咬這樣 第一局 不分上下 對 整個自新立體 不分先制 這麼活動喔 我的媽媽咪啊 太精彩了 我的媽呀 台灣鹹食系的PK 已經告一段落 接下來 潛艇系的媽媽要出來 我們來站一下啦 我跟你講這一間保證 讓你們後新娘降火氣 我們來看一下 甜品系媽媽的PK 等一下 保證 下一站去哪裡 不可能只吃一家吧 等一下 下一站喔 吃飽就要回民宿睡覺喔 我們下一站要去民宿開房間了 自己決定了是不是 對... 我直接調了一個線紙 我們有個慣例 吃完飯都要吃一個甜的 飯後甜點 飯後甜點是必須得要回 我想一下喔 是飯後甜點 我知道一個地方一個 非常非常好吃的飯後甜點 用喝的又很有嚼勁 我跟你講你要期待一下 我跟你講北海岸這邊 就是其實 我們當然吃過很多石花丼 是 但是這一家石花丼是比較特別 比較不一樣 等一下之後就知道 好 繼續來 開發新點吃起來 但是這邊的店都滿漂亮的 滿有特色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覺得北海很好的地方 就是你隨便找個點 都可以看到非常美麗的海景 然後因為每一道菜又很新鮮 又都是家藥 而且建築都其實都很特色 對 滿漂亮的 對 有海了 到了喔 到了... 哪一棟 石花丼 在哪裡啊 在... 那邊 走 帶你去 這邊有石花丼是不是 好 了解 來 謝謝... 謝謝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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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來 在哪邊 1個2 1個2 找到了嗎 找不到 找到了 什麼意思 慢慢爬沒事 因為我們可能即將要走下去 走下去哪裡 對 前面那邊 所以我們要走下去 應該在那邊啦 小媽媽 小媽媽在哪裡 到... 43之7 小媽媽 藍色的房子 海景第一排耶 你好 好可愛喔 貨櫃屋喔 對啊 來 可以坐... 隨便坐嗎 可以坐... 都可以坐喔 而且明明這個地方超適合就是 你知道要賣咖啡的 但是它不是咖啡為主打 它是賣石花丼 因為我們這邊是最有名的 就是石花丼 就三支石門 東北角這一帶對不對 東北角 我很好奇 石花丼到底是什麼啊 它是一種海藻 對 紫色的這個嗎 紫色這個是剛打起來的 這個是曬好 一個禮拜至十天曬成這樣 這個很像白木耳的那種感覺 顏色 妳們說的海燕窩 海燕窩 海燕窩 白木耳 那個旁天 對... 所以它對身體也是很好的 它是很好的 對 而且這個超適合播出的時候 夏天吃 它是很天然很天然的 像愛玉啊 就是那種類似這種 這樣消暑的一個點心 這個喝完之後 會整個會變得很害羞 會... 會很欣慰 因為很避暑 這個喝得很避暑 就避暑耶 我們讓你好好避暑一下 把它丟到海裡好不好 沒有... 我還沒有下海的準備 對... 謝謝這一集 特別謝謝製作人 怎麼了... 你其實老講我好久沒有喝過石花丼 這真的是小時候回憶 小時候人喜歡喝那種袋子裝 那種冬瓜茶一杯 真的 甘霸賣的 我好有感覺喔 真的好有感覺喔 怎麼會這樣啊 而且這個地方 你看那個景觀 這個海景 整個就是很秋 而且因為其實平常來北海岸 或者是來到金山萬里 就是走外面大路 對... 早會切進來 但是你看 可以坐在這邊海景第一排 好好的這樣看海 然後再喝手要都... 感覺吸氣到都不一樣 對 謝謝 小卷出來的 來 你們嘗看看 多超級多耶 這還一個小卷泡麵 這一定要吃一下 之前在韓國紀州島的時候 然後用他們那邊的章魚 海鮮 然後煮一鍋韓國泡麵 可是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是台灣泡麵 然後煮這個海鮮 你知道嗎 其實我覺得真的不用一直想要 要出國什麼 在台灣很多風景 海景跟美食 其實都比國外的好吃很多 真的好吃 這次海邊這個鮮度真的不一樣 對 真的有效 它只是一碗你熟悉的 某個牌子的鮮蝦麵 但是加了小卷之後 整個有種地區限定的感覺 真的 真的 真的好新鮮喔 請問一下你們的石花丼 跟別人是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們有額外加蜜芳下去熬煮 蜜芳 對 什麼蜜芳 不能公開的蜜芳 那它的差別在哪裡 一般石花丼吃起來會有一個 就是石花菜本身的一個味道 那比較腥味 海鮮味 對...比較腥味 來 停 停 好多人 停 現在要介紹的就是這一間 蘭媽媽仙草餅 而且它在光馬公市區 它就有兩家店 第一家就是在澎湖柯大附近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的就是這個 中央店 這一條其實這麼多店 這一家的聲音超好 沒亂找 沒亂找 可以耶 可以啊 我們今天就來排 帶大家來執害這個仙草餅 好啊 好 先排隊了 還是得先排隊 我們要排那嗎 那你先排 我先上車了 這邊也沒太陽啦 你們是要 你們是在排隊嗎 你們是在排這裡 這邊嗎 好 你們沒有在排嗎 你們點了 好 小心 差不大碗 Oh my god 謝謝 這仙草餅好可愛 對 你看 所以可以自己這樣放進去吃 好可愛 我晚上贏 這個仙草餅 因為包含仙草餅 都是他們家自己製作 所以非常的Q彈 真的很 有沒有看到這個開港 而且他們家 主打他們的仙草都是第一行 所以甜度並不會這麼的高 我看到它的芋頭圓 你看 它真的有芋頭在裡面 看得到顆粒 你看 看得到顆粒 顆一顆耶 這就是手工製作的厲害 下次你把我的料吃掉 這是要把它吃 好嗎 還你一顆 好Q喔 厲害嗎 就是要加這個才好吃 真的 很像那種茶凍 好 先吃哪一個 我就要先吃冰好了 冰還要融化 對 那就自己挖了 而且你看 現在這麼熱度 外面竟然大排床了 我發現一件事情 你說 它的冰不是白色的冰 來 你看到重點了 它的冰也是仙草製成的 而且剛有說到他們兩家店 算是排射得非常好 因為他們兩家店的 公修時間是不一樣 所以怎樣你就吃得到就對了 對 怎麼樣 滿滿的仙草 你看 因為呢 如果你只是旁邊鋪仙草 配白冰 我覺得那味道就淡掉了 對 可是它用 它就直接用仙草 做成仙草冰 湊 湊 所以你吃到的那個冰 是仙草的味道 超級降溫的 難怪它大排床了 我剛剛它的冰化掉 就很像我在喝仙草茶 對 對 有一些仙草冰氣 它會加糖水 可是它就沒有少掉糖水那個 它整個吃起來就是很清爽 我很喜歡這種清清爽爽的冰 我來吃吃看這個洞 好 怎麼樣 你看它的Q感很像舌頭 所以有喇氣的感覺 對 浮動在你的嘴巴裡 所以真的有一點像喇氣的感覺 有沒有 再喇 很冷 很冷 差點忘了這什麼感覺 很冷 發現這個洞 它不知道是因為碰到冰的關係 這個洞就比這個有口感很多 剉冰的仙草 跟這個仙草有不一樣嗎 都一樣 那它是因為是不冰 所以它比較紮實嗎 是... 它就已經有口感了 你們家的仙草 怎麼可以Q成這樣 因為媽媽以前做這種口感 就照著媽媽的口感 很厲害 所以你們完全就是每天起來 然後自己做這樣 是... 都經過現做 豆子 芋圓 什麼東西 老闆你們是從來沒有被拍過的 沒有 怎麼可能 因為我們這邊都是幾個洞 自己在地區在地區 所以我們以前開的時候 都不在地區 你們做這家店開了多久 我們正行做已經六年了 已經六年了 開一份店到這邊 這間這邊到三年 好吃 真的厲害 大膚脹 謝謝 綠豆配仙草就是休止 又是一場難分高下的比賽了 不分宣誌啊 簡直是旗鼓相當啊 不分高下 不過我私底下 先給小媽媽加一點點小分數 畢竟她是在北海岸的 海景第一排喔 在夏日吃著蕭雄的聖品 配上海景 不過呢 現在要進行到最後一回合了 現在是什麼世代 國際的世代 所以我們現在當然也要來點 國際媽媽囉 你說對了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一間啊 讓你可以不用飛出國 就可以吃到來自國外媽媽的溫暖 我相信最後一回合一定很精采 真的不要怪我沒有提醒你 不要轉台 下面咧 對 敲得到 對 真的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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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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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車手接管廖先生 對 對 因為我覺得 台中文化大師 我覺得是台中美食CEO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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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一樣 CEO 你會帶我們吃的 因為貿易哥也算懂台中 我有想過 要怎麼樣看才可以中和 對 因為其實很多有名的台中人 應該都知道了 其實大家比較不太知道的點 那我今天帶你們去的那一條街 我覺得是日本街 因為整條幾乎都是日本人開的店 真的 你有在外風店著想耶 對啊 所以我才找那邊 OK 很用心耶 他走啊 才路四分半而已 天使耶 好近喔 對啊 然後現在我們到 這條叫華美街 對面叫華美西街 西街 華美西街少年 然後我都說這邊像 台版的阿姆斯特達 前面有喝 對 那你要帶我們吃的店是 這間店 它其實算是 來這邊 台灣工作日本人 對 他們會在那邊吃飯 他真的熟台中 對啊 吃完然後就會在那邊喝酒 你知道嗎 好酷 有一點復古 復古 對啊 很成立 對啊 真的 你說實在 你自己經常來台中 你不敢走進來吧 很酷喔 糕了 沒有酷骨的感覺 真的喔 好酷喔 對 有沒有想念妳可以來跟我們家了 我是金山 你是金山 妳是金山 妳好 妳好 老闆娘 你很會喝 你這樣講 你好像跟他們非常非常熟 沒有 我很常來吃 因為我們會來這邊辦 我們的圓公園 對... 所以主要是賣一些日本料理嗎 對...家庭料理 家庭料理 家庭是在家庭吃的 那妳現在是在哪裡學到的 我住日本 我兒子在日本吃 學生的 學生的 她們沒有 好酷喔 好酷喔 菜喔 真的假常菜耶 很自保這個風險 這個都是我的 庇像 庇像 這個都是我的 壁點 對 壁點 搭配這個 愛的 我會先喝一碗湯 好 先讓你的胃不要嚇到 來... 謝謝... 很爽 很清爽啊 真的很清爽 好舒服 我相信如果你有一點 宿醉的朋友或是什麼 喝到這個湯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非常好 不會有負擔 然後你喝醉到喝這個也很爽 而且它很棒 其實它有一個天然的鹹味 它就是來自於豐富 它不會感覺是你要另外 再加鹽再去做 很多的感覺都是非常的舒服的 女生覺得會爆愛的 它整個湯底的清澈感 就有點像高麗菜跟洋蔥的 一點點甜味 可是整體你會覺得 它很像柴魚 煎魚那種 然後你咬到雞肉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 然後有點雞油的香氣 對... 超級舒服 然後我們下飯場的朋友 兩位已經喝了 他們已經喝了 很會講耶 真的 超好吃的 因為你們剛剛邊講 我在邊聽 我在邊感受你們講的東西 講得很好喔 謝謝你們 很好 好 英雄... 拍照... 我覺得很好吃 你們講的 放一點 來 放一點 跟外面的完全不一樣 它的鼻是有一點帶Q的 但不是厚 就是它那個皮跟它裡面的內餡 感覺會像在你的嘴巴裡面 跳了一場探口 是這樣講對不對 對 等一下 真的很好吃 鼻翼也好吃 然後裡面的那個餡 也是有帶自然的甜 就是肉的甜啊 還有那個韭菜的香 我們的水餃王已經送料了 對 好好吃喔 而且我其實不太喜歡加醬喔 但我很好奇它的那個耶 當包飯耶 等一下... 裡面有那一點點的瑪莉薯 是嗎 特別的節奏 好 來... 這我好不習慣喔 因為這只是第一天會很多的 來賓是不受控的 那個... 你好 阿斯巴拉 阿斯巴拉 大包飯第一名 真的假的 好好吃啊 它把馬鈴薯煮到很綿 然後跟飯是順便融在一起 好像白醬的那個感覺 裡面是有一點帶有Q勁 但是又跟馬鈴薯 不合像燉飯的口感 對 風田愛爆耶 然後他們都沒有讓你們拍耶 風田你在主持耶 這個超好吃 你再吃一口給鬼哥看好不好 這個超級好吃 這個做法比較有創意 比較有獨特性 但是它的那個醬是超級無敵 蕃茄醬再加那個 蜘蛛醬汁夾在一起 你們聽不懂啦 蜘蛛醬汁 你這樣吃過要怎麼上 然後用大火這樣炸... 有那個香氣出來 超...超韌的 對 很經典的一個搭配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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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中的喔 好中的喔 吃酥脂股樂 好吃 等一下會 阿寶白直接開始自己吃了 你先吃你要吃給鏡頭看啦 很紮實 就像穩重的中年大廚 威廉哥 我不是中年大廚啦 我只是穩重的年輕人 它那個漢堡白是真的很酷 平常吃日式漢堡白的時候 它裡面洋蔥的甜味會變得很明顯 然後但我覺得它的紮實度 有一點接近 有一點像獅子頭的那種感覺 對 我覺得它比較偏向肉汁的甜味 所以你在咬的時候 你會覺得即便外面的 那個番茄醬的酸味 就把它肉的甜味帶出來 可是你咬裡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風軟舒服之餘 然後就會有很濃的肉香味 謝謝 你看西面西的好像日本人喔 好吃的一道 對啊 好吃啊 好吃... 都是日本嘛 在日本吃的那種漢堡肉 我們好看 一模一樣 它的醬 還有它的口感 處理的方式都超濃 它是很日系的那種 然後裡面 對 更綿密 全部都是綿綿 真的像獅子頭一樣 對 綿綿的 對 我覺得很好吃耶 這個 這個真的是 每道都好吃 建設日式乾杯... 我不應該說在大碗裡面了 我們來自豬哥 麵豆紅豆 麵皮又發酵 怎麼從他嘴巴裡面講得出來 感覺特別好吃 對啊 天啊 然後去吃一下 來 獨菜單料理 哇 哇 不輸外面的山耶 哇... 這超厲害的吧 那我們今天的話總共會有 六道的菜色 那基本上我們... 跟輪迴一樣 對... 對 跟輪迴一樣 對 然後我們平常的話 基本上都是一道一道山 那今天的話就是全部都先吃 我有拍攝嘛 對 那你們推薦從哪裡開始吃 有 我們第一道的話 是沙拉的部分 然後沙拉的話它是低溫 就是蘇菲的雞胸 那像因為雞胸其實是一般 唐人不太喜歡的一個肉的部位 會覺得比較柴嗎 好嫩 蘇菲過的完全是嫩的 對 而且妳還是有 雞皮有去煎它 對... 它那個雞皮好香喔 會有香味在那邊有香 對 會讓不麻的香氣 對 從吃沙拉就吃出一個水準的感覺 蘇菲過的雞胸肉吃起來 跟雞胸肉一樣超嫩的啦 還有這個野菜 沾上他們特製的胡麻醬喔 美味 來... 吃吃看第二道 薄荷香煎骨魚卷 這個魚的膠質和薄荷的香氣 在我嘴裡劃開 怎麼那麼優秀 再到的部分它是... 上面的話是干貝蝦 然後底下的話是酪梨蘋果 去做的沙沙醬 像這個沙沙你要做到 不會太酸 然後是讓人家到開胃 剛好可以解膩的 這樣的地步是需要調整的 這個酪梨沙醬真的很厲害 這個酸真的棒 因為酪梨有點乳化牛奶的感覺 然後跟那個沙沙是酸酸酸的 然後配合海鮮 我沒有超越吃的 然後跟蘋果 配那個 它很解膩的味道 它非常 對 而且很聰明是它放在 因為前面這個魚 可能有些油嘛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 剛好稍微解一點 我這邊要跟大家講什麼事情 就是說 你看到小雨在旁邊好像很忙 一直把我們撕下來 對... 但是主要是因為這個 現在這個時候好像是在... 也不是觀眾眼睛 你的眼睛有飛紋症的問題 不是 是真的有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今天在排售裡面 去把這個門啊 窗子打開的 其實平常在用餐的時候 關起來的時候 裡面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是一道一道的菜 也不會有這種問題 對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 干貝箱上面還有炸魚乾絲呢 好好吃喔 大會報告 大會報告 5到8月是種植友誼蔬菜的 私肥雞啦 對你 請各位放心 不是你眼花喔 那湯的部分也算是 南法醫口味一個 很經典的湯 它這個旁邊這一片一片的東西 它是叫蒜木瓜 哇 厲害 你看穿越整個穿進 他都沒說什麼 你還沒說 你長到我主持人了 你看這樣都可愛 湯灑湯燙塔 會很好奇這個酸木瓜 我會想要單吃它 對... 它可以單吃嗎 可以單吃 但是它已經做成乾了 所以它是這個顏色 它原分是已經白了 好像豬肝喔 不酸耶 不酸耶 對 因為它都已經煮進湯裡了 對 所以那你在喝湯 反而有一種肉的感覺 也是還OK的 對... 這個雞湯 真的 它的香味真的都煮到湯裡面 因為湯是超乎我想像的酸 真的耶 很好喝的酸 這個在別的地方 可以吃也喝不到 對啊 第一次喝到醬木瓜 這個酸木瓜配上雞肉 意外的很搭耶 對啊 老闆將酸木瓜 切片曬乾後 加入特殊香料熬煮成雞湯 味道很特別耶 那煮菜的部分就是 一般經典西餐會有的油風鴨腿 對 那我們家的廚師的話 今天使用的醬料是 大家很餓熟能詳的就是 三杯雞那個醬料的口味 所以你油風鴨腿在吃煎的時候 是會有法式的感覺 但是搭配就是 真的耶 三杯雞醬 然後搭配醬的話 會有那種三杯雞的口感 很好吃 很好吃最好吃 法式料理跟台式醬料 放出新滋味 太有創意了 真的 這鴨腿煎得剛剛好 皮脆肉嫩 好想把當成廚師帶回家喔 最後這道LASTOR港式炒飯 帶有淡淡的酒香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而且這炒飯可以無限續緩 讓你吃到撐破肚皮 那在我們這邊用餐的話就是 只要是有用餐 不管是用什麼料理 我們餐後的副餐 都有營品跟水果的部分 可以在看著山景 然後在這邊休息這樣子 對 這就是其實有些米其林餐廳 就是吃完飯之後 對 我們後面的咖啡 又可以換個地方 然後在那邊慢慢欣賞這樣 超正的 等於你午餐 然後在外面有點下午茶的感覺 對 整個融合了 再看這個 美景 美女 擋到... 好棒喔 好棒喔 享受... 我跟妳說 我要給妳爆一個 感覺得會爆紅的 雙方團體的料 什麼團體會不用猴 這個團體 我們本來就很有料好不好 我們有顏值 然後有才華 有身高 還會唱歌 跳舞 到底有什麼團體比我們厲害 NO... 我跟你講這個團體 它不只有料 還有肉 它有豐富的配料 跟脆甜的蔬菜 讓你每一口都可以吃到 自然爽口的甘甜 酒醬辣 蒜頭 薑 高溫爆桶 再跟濃郁的醬汁融合在一起 每一口都可以吃到鍋氣 還有明年的三倍香味 這簡直就是經典之伴 你在講什麼 最晚經過180天 自然發燥的豆瓣醬 鹹而無膩 而且還有層次的感 豐富的辣椒醬 風味發香 濃郁香辣在一起 這咖啡是不就會好 會 快點喔 好的 今天看完這麼多組 媽媽的料理 大家心中有沒有自己 最喜歡的媽媽料理咧 我跟你說 下方留言好不好 主委現在要來加碼 我們要來犒賞北部的觀眾 沒錯 今天提到的是 國際化 接下來的加碼這一位 是來自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懂耶 怎麼拚 好 算了 繼續講 媽媽...的感覺啦 媽媽... 媽媽... 對啊 對啊 不然咧 對啊 不然妳反駁我們 對啊 媽媽說對 媽媽說什麼 要說對 對 媽媽說對就是對 我們來去見一下我們的媽媽 GO 對 來吧 媽媽說對 我跟你講啊 走進來呢 關於南洋料理 第一個最重要的要素是什麼 我個人最害怕 我們進來這間店 像你剛剛說 一進來那個椰香味不比 是的 然後南洋風情的一些香料味的味道 也是非常香 這邊超有趣的 這個火鍋 一邊是我們的熱砂鍋 熱砂鍋 對 然後另外一邊是砂鐵鍋 砂鐵鍋 然後他們這個鍋底的醬料 都是店家自己去炒的 自己去做的醬料 對... 其實他們旁邊有冰箱 然後你可以拿著盤子 自己去拿你要什麼料這樣 有點像串串 對... 南洋串串 自己拿自己想要的料 然後看自己的食量去取 對 然後看你要吃什麼口味 都可以自己加 多了一種趣味性有沒有 跟朋友一起吃 然後剛剛講完這個小火鍋之外 我們這個有什麼菜 南洋風味的雞腿飯 椰漿咖哩雞腿飯 旁邊有一些小菜 對 這個雞肉超爛的 你看 你看... 我再看... 它不是雞肉 它是馬鈴鐺 難怪我剛剛拆下去 會覺得... 對啊 我想說它幾乎是要被剖開的 好綿喔 你現在咬下去的時候 咖哩味先出來 然後吞的時候 那個椰子的香味 慢慢的帶一點點出來 你可以接受的 我是可以 代表功力是你認可的 你知道我剛剛在你講的時候 我是有點驚訝的 它那個雞腿我要命了 插進去 這樣就分開了 骨肉分離 我要瘋了 而且你看一撥就開 天啊 而且裡面還有一點雞汁的感覺 而且要這樣 雞皮 然後來一點這個米飯 拌在上面 而且是南洋米 你覺得我有沒有辦法 我覺得你做不到 那個 很好吃喔 很好吃 是不是那個肉其實不太需要搖啊 不用了 舌頭這樣 跟上顎這樣抿一下抿一下 才會化掉 主要還有餃子其實本來就是米飯 可是它那個調味太讚了 辛香料非常夠味 也像他人一樣說 化龍點睛恰到好處 入口的時候還有一點微微的辣 重點是味道很濃郁 所以怎麼樣 超級下飯 然後你咬著 那個雞肉裡面的雞汁 還有那個雞皮 在那裡塞一起 它感覺一隻雞腿可以配兩碗飯 好好吃喔 而且它給的醬真的 夠多 夠濃郁 所以你要拌飯什麼都OK 它旁邊有這種水煮蛋 我就會想要把它這個蛋黃這樣 拌在一起... 然後這樣一起吃 來一口 那個蛋黃的濕潤 那個醬汁還有米飯 那個鹽香 它它的椰香點綴得很好 有時候那個蛋黃 大家知道蛋黃很乾嗎 很噎 因為它的咖哩的汁 其實有浸到蛋黃裡面 所以讓這個蛋黃不會這麼乾 然後 同時又很濃郁 對 而且飯的嚼勁 整個吃起來就是很搭耶 它裡面還有這個花生 然後還有小魚乾 等於說可以配在咖哩的時候吃 對... 然後也可以拌在飯裡面 然後增加它的口感跟香氣 不錯耶 來 換你吃你的這個 對 我這個是道地的炒果條 它就是很南洋風味的果條 它沒有放檸檬在裡面 但它吃起來覺得 就是有一點微微的酸了 它炒果條 它有你知道 你說的那個 炒的那個鍋氣 對... 然後其實它有醬香在 但其實外觀看下去 會感覺很重口味 其實吃下去是很清爽的耶 然後它吃進去主要著重的 不是重口的鹹 它其實著重的是 鹹香鹹香的香氣 醬香 鍋氣在裡面 而且你這樣 果條QQ 滷溜滷溜嘛 搭配很大量的這個豆芽菜 你一起吃到嘴巴裡面 嚼起來脆脆的 口感很豐富耶 還有這麼大隻的蝦子 是辣醬耶 因為它們是不是很像 就是各式其質 就是料很多 但是湊在一起 又是一個很不錯的組合 對 我覺得它有一點 不一樣的存在 跟泰式的相比 我覺得多的這個蠟腸 是好的 新的一個點綴 很合就對了 跟IGBOX一樣 對 它這邊還有這個炸雞 我跟你講 它這個炸雞 外觀上看起來是有點危險的 為什麼 它感覺乾乾的 我們來吃看看 看看它的表現 L&G 感覺要接喔 因為它外面那個酥酥的... 是不是 我看到了 我看到汁的部分 它外面酥到不行 完全沒有油耗味耶 然後它雞汁的汁水 還保留得非常好 重點是雞肉又嫩 它裡面應該是有醃漬過 非常酥脆 非常酥脆的麵 一咬下去又是很鮮嫩的雞汁 而且它它的味道還滿適中 外表裹的那個粉皮 也沒有到那麼厚 所以你吃下去 是可以直接咬到皮跟肉的 因為我很喜歡吃那種炸雞 它是你咬下去整個 皮肉分裂 對 那個就不OK 而且它顏色很好 所以它完全不需要沾醬 不要喝 不要喝 你現在打我臉嗎 謝謝 沾醬在這邊 不要不開心 久久了 久久回來工作不要不看到了 要沾就要沾 哇 哇 好舒服 它那個醬汁 完全不同的風味 它是不是其實賦予了一個新生命 因為外面有果醬的那種感覺 就是韓式炸雞嘛 沾了醬之後變全新風味 而且其實它單吃就已經很OK了 JINGA JINGA 來 飲料 這個我很特別喔 它不是太奶耶 它是三色奶茶 哪三色呢 紅茶 然後奶水 椰奶 好好喝喔 你喝看看 我好害怕喔 它沒有什麼椰的味道 它沒有喝椰 它沒有椰的感覺 沒有那個椰的椰 椰的味道 YES...這樣 它其實那個茶味還蠻濃的耶 但是它其實是很順口的 奶茶的感覺 可是沒有很甜 它沒有泰奶耶 它沒有泰奶那麼甜 對 它沒有泰奶那麼甜 然後為什麼啊 為什麼 我沒有喝到椰子的味道耶 我覺得蠻厲害 它喝起來又有一點點像 港式鴛鴦的感覺 然後又有一點像泰奶的感覺 但喝起來非常的順口 我對椰子能夠接受的程度 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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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低 可是它就是完全沒有椰子味 那我來喝喝看這另一杯 這叫雙奶茶 是有點像鮮奶茶的感覺 對... 單純的鮮奶茶的感覺 喜歡喝甜的 我覺得可以挑哪一個 那這個的話就是 有一點像是微糖的鮮奶茶 椰吐司 你看裡面有那個厚厚的奶油對不對 然後裡面裹滿了這個醬 它外面那個醬搭配那個奶油 是一個很濃郁的奶香的味道 然後一點都不負擔 它有一點像奶酥耶 對 有一點 椰香奶酥的感覺 咬到後面的時候 一樣是在吞的時候 那個椰子的味道 才會散發出來 對 但是其實也不會到很重 它就是帶一點味道出來而已 我自己其實滿喜歡的 是它這個醬 它這個醬其實還是略帶一點濕潤 它的口感會有一點 很濕很濕的紅豆沙餡的感覺 或是芋泥感 對... 就是你可以感覺出來 有點刷刷刷刷的那種醬感 然後甜而不膩的在嘴巴裡面 而且它有一點帶 有一點點鹹甜鹹甜 微鹹 但是大部分是甜 這個我覺得它也值得也感 也可以嘗試一下 今天其實也看到很多 台灣各地的媽媽PK 而且甚至還有國際媽媽來參戰 沒錯 講真的在這邊 可以吃到這麼道地的媽媽味 真的很不容易 可以吃到媽媽 把她的愛灌注在這個料理當中 沒錯... 而且各個媽媽都有 她的各個的身懷絕技有沒有 對 而且我相信就是 今天這個整個吃完之後 所有的媽媽們一定要嘛 第一個想開店的 對 要嘛第二個 就是想要知道這些店在哪裡 那這些資訊會在哪裡呢 就要看我們的時尚玩家啦 我們下個與同一時間不見不上囉 來